世台联合基金会UNGO的年度晚宴上 中华民国前副总统陈建仁院士受邀与会 他鼓励更多台湾青年走向世界 并为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做出贡献 台湾的年轻人都有很好的表现 我也希望他们能够帮台湾来争取更多的国际人监督 让台湾能够对全世界都有所帮助 世台联合基金会在2023年启动UNGO全球培训计划 培养年轻一代参与国际组织及跨国行动的兴趣 我们在2016年拿到联合国这个经济社会理事会的特殊执行地位的身份 把过去跟联合国WHA这些经验来让年轻人他们能够了解 让他们能够多参与这些国际事务 台湾自1993年开始争取加入联合国 台湾也为改善全球面临的挑战做出重大贡献 但由于中共的政治阻挠以及对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的歪曲 台湾被排除在联合国体系之外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夏文岳 陈胜旭纽约采访报导